Hello 我們現在試鏡 試鏡 不知道聲音可不可以 是啊 在說你騰龍沒有防震 是不是真的這麼大問題 預備還是有防震 比較 你一倍啊 你的鏡子一倍 那就看看Sony的身體夠不夠做 喂 終於拿到手了 Yeah 是啊 我們當然在騰龍附近試鏡 當每個人都說這支鏡 又說不要買 又說入門鏡也好 喂 其實 那個樣子 看上去 那個造工真的挺入門的 就是反過來 什麼按鈕都沒有 只有兩個圈 是啊 之後就 就算那個zoom裡面那些 感覺上都是很 天籃鏡的感覺 鬆了 嗯 是啊 鬆了 其實這個很重的 很難zoom的 我這裡一段而已 你兩段 兩段當然是重 拿掉了 你看到這裡 兩段 兩段 其實行程反過來 如果你是扭很少就要伸出了 那它輕鬆裡面來說 不是 本來本來是 是輕的 今天又輕 它是絕 絕 但是 一看一支鏡的鏡身先 即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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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叫做G鏡 即是Pro一些 多一些鍵 但是其實這些 Zoom Ring 3D 今時今日 是不是真的這麼有需要呢 其實沒有 它對焦快就可以了 用什麼這些 還有機身防震 就是很重要的 這個ANFF 都幫到手 這個就是那個機身 那個 任令式 這個就 還要兩個有共通點 有什麼共通點 大家都是MIC 啊 MIC 是啊 口徑上 72mm 這個 67mm 對 去到底 金鎖 有膠 有膠邊 有防水膠邊 OK喔 這個也一樣 咦 又沒有膠邊 喂 沒有防水膠邊 很重要 這支有 喂 這個很重要 它比較好 它有防水膠邊 專業 專業的 喂 剛剛隨手 吃飯拍一下 這樣 很瘋的喔 全面上的那些反差 那些 看得到的喔 Colin 你拍到什麼呀 看不到那些東西咯 蛤 Colin 可不可以 夠分白平衡啊你呀 你夠什麼 你夠兔 常常都說 真的說 那些人不是說 這支鏡這麼便宜 沒有防震 這樣 晚上一定不行啦 我真是想試一下 晚上真的不行 因為前提是 這支738真的很輕的嘛 那你自己本身 手震的問題 多不多其實是 跟鏡的輕重好關 不如你試一下Auto ISO 跟著 Auto ISO 調回238 分一秒 看看可不可以 反過來 其實真的很輕鬆 我完全Auto 現在純粹 我拍一個不光的位 做個300先 麻煩你 300先 好 300 好啊 那出來張照片 12800 ISO 當然 說到四十分之一秒 可不可以接受到的 100%你自己看看 嘩 再放大 其實那些聲音都 可接受法 12800 那今時今日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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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 是第三代 哦 A73 還有 都要記回 最大光圈 在200mm的時候 是5.6塊門 不是 5.6光圈 然後 這個當然是6.3 但是其實 你的zoom range 其實跟其他 就是跟鏡頭一樣的意思 就是說 它本身就算zoom到多遠 都好 相對來說 整個光圈都好大的嘛 但是100的 4.5 135的 5光圈 200的 5.5光圈 其實相對來說 都是大光圈的 以這麼細支鏡為例 那所以 其實光圈本身做大了之後 變相對於 防震的要求就低了 拍到幾張先 咦 光聯你拍哪裏 你告訴我 8群 8群 8群在月內 多少mm 300 就是300 這兩個怪叔叔在偷拍 8群美女 那我們街邊隨意拍8群美女 剛才都說 其實keep on 都是12800 ISO 30分之1秒光圈 這樣 嘩好sharp啊 女仔 不過起渣 嘩那女仔真是sharp 女仔很sharp 是好衰 你那部行不行 你4代 用Sony原廠 嘩起渣 4代真的不及3代 大ISO方面 但是對焦能力來說 換了新的機 尤其是這些 新的機 令到這支鏡頭的能力強了 這個大家都要記住 新機 算新的 A73 喂 官堂經常出現的麥拿倫 喂 前面沒有車牌的 我們差不多牌了 這裡沒有什麼反光 應該很難拍到 我覺得呢 其實這個比較是不公平的 因為A73大ISO真的很靈 那萬一是A7AS什麼什麼 那就好可怕 大了 本身機身防震又更厲害 唉 Colin 你的第四代怎樣 這樣 真的好圓 我覺得 喂 別人知道cheap鏡 配上cheap機 效果比你更好 貴機配貴鏡 全部兩倍 那怎麼搞啊 價錢 怎麼搞啊 有些業餘機 配業餘鏡 比你的所謂專業機 專業機 專業機 所以就要和大家解釋 高像素的機 和高ISO 是兩個概念來的 所以如果你想晚上拍得好 就要買 A73 或者 A7S3 是的 還有你 能夠騰騰這支鏡 即是真的 這個zoom range的 又要這麼便宜 他都不預期你用A7R4來拍的 A73真的很好原味的配合 Colin 向難度挑戰 用這個專業機配置 業餘鏡 有點生氣 拍多一點看看 A73加上防震 又不知道怎樣 可以多了幾多級呢 大家就可以知道 兩支鏡的價錢差多少 Double 兩倍 有得 我們看看Double的價錢 有沒有雙倍的享受 Colin有沒有搞錯 一換那支鏡 早幾代 真的早幾代 對照這麼慢 差很多年了 我都沒有猶豫 我都以為我自己換了一部機 我教那個range 喂 他那個下下下拿上去 等他對照那一下 這麼慢 其實 反過來 也是一些不專業的 比較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 一起光向先決 一起扭最大光圈 ISO油 這樣才能試到 鏡子和鏡身的比例 是不是真的合作 那現在我們一起拍一個 天台暗位 一起拍一拍 他們兩個傻佬呢 把觀塘搞得像米布一樣 打掌啊 打掌啊 嘩 你那些 炸到這樣的 是啊 我放得100%了 天線看到嗎 即是你用A73 配支貴鏡 是 平鏡配A74 所以機身影響呢 其實反而是重點 好大 鏡子的影響呢 可能少少少 即是就你自己的要求呢 去 買這個高ISO 還是高解像度 首先條件很重要的 所以重點就是 你有一部高ISO 漂亮的相機呢 鏡子便宜少少 真的換上再拍一樣 好 拍同一個位置 天台 對不到招 什麼 對不到招 這個竟然 25分之1秒 6.3光圈 12,800ISO 同一個位置 哦 那條天線都依然是看到的 看不到天線 好啦 用騰龍又怎樣呢 一樣是看到的 一樣是看不到天線的 這個A7R4 好 所以 機身先缺 是沒錯的 是啊 大ISO 即是晚上拍照A73 是好過A7R4 但是有個防震 是否幫到呢 都不是的 現在我剛剛同一個位置的照片 我曝光 25分之1秒 其實呢 你機身有防震的嘛 那鏡頭防震 只不過這個 Sony佔了一半而已 25分1秒 你放大100%有沒有震啊 Noise 多啦 但是 但是沒有震啊 震的效果真的很少 都不是很關於手震事 救命啊 沒有什麼說啊 沒有什麼說啊 晚上盲了 HR4 盲了 盲了 沒有天線光 高像素機是這樣的啦 對呀 晚上盲了 那我們 膽粗粗 晚上拿了兩部機 出來試吧 那網上面呢 基本上 所有的風潮 都是說 這支鏡 不划賣啦 標質素差啦 基本上沒有防震 用不到啦 那兩位怎麼看呢 3,800元 怎麼不划賣呢 那個價錢都是一樣做得最大的讓步啦 那個價錢反映了現實喔 就是什麼啊 是啊 現實就是說 它沒有防震 便宜合理啊 如果它 標質素不好 合理啊 但是它出來的 image素質可以到 其實是可情讚的 其實你只有一樣東西而已 到最後你只剩一張照片 或者一段影片 是啊 那還有 就是既然 這個target audience 都拿得很棒啊 就是說 喂如果好像Core人這樣 A7R4的 其實買這支 其實沒什麼需要啊 因為你應該是買回原裝機 原裝鏡 或者可能真的防震好一點的 但是可能我本身是 就是很price sensitive 我的機器已經是A7R3的了 那我加上這支鏡很絕配嗎 我覺得不一定的 就是回頭想 甚至 因為我比較賤格的嘛 是 是不是 我是喜歡唱反調的 我覺得甚至用來開工也可以 是啊 就是你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剛才都試了 機身先權 是 就是如果我是 知道明知道是晚上拍照的 我可能 拿過A7S 是不是 然後我配這支鏡 為什麼呢 因為hand hand其實在做事上面是很重要的 是啊 機動性高啊 尤其是呢 有時fashion show 你不要以為晚上 或者很暗的地方 一定要推到很高 ISO 很多時候真的做事呢 現場可能打了很多燈 是啊 反而那個機動性的重要性更加高 是啊 尤其是你譬如 幻想一下你開工 三部機 插著一支Y 一支Standard 一支Tele 如果你是全部專業 全部G Master 你想一下你這個人的負重 真的跟那個年輕人跑的時候 你看看誰快啊 是啊 是啊 就是騰龍我覺得這件事呢 做到好 剛剛好的位置 有足夠quality 又足夠的輕 價錢還好 剛剛好 還有剛才我們試了12800 ISO 是 其實是否不可以接受呢 我覺得完全可以接受 還有我提到就是說 就是騰 你知道現在她是勁實力很強的 是啊 十八二百的話 她不是經常說 就是每一段的級數 光圈都是比平時的天哪鏡大的 這支都是 我剛才扭到大概 就是二八三八位 我扭到大概二三零 都還是五點六光圈的 是 那 光圈比回這麼大的時候 那就可以節省了防震 那你 鏡子又輕一點 那你的成本又低一點 那你就可以照拍到好東西了 喂 還有剛才我見你呢 就是三八 在三八的時候 是啊 都還是說 八十分一秒 是啊 而是沒有震的 是啊 那就是說那個機身 機身是幫助了很多 是啊 機身防震 是啊 鏡子又輕身這樣 相對來說整件事照樣 照樣 有沒有震呢 沒有啦 真的沒有 是啊 所以 是啊 大家理性分析自己 決定 除非你說我Gimbal手而已 不是 還有一件事 我正在用這支是常用的 在Zoom的時候 都是重的 這個Zoom的時候也是輕 是啊 快很多 整個 整個使用體驗呢 是 你有幾快呢 他就給你幾快 還有啊 對焦啊 快過資源裝 喂 你們這樣 這個秘密又不能說的 不行啊 不斷唱貨 我們有沒有能夠團購啊 是沒有的 網上已經很有特價了 三百八零再加幾個ED燈 不關我們事的 是不關事的 我們講真話 等我學一下駭線 我們沒有收錢拍的 我們沒有說這句話 都沒有的 哈哈哈哈 就這樣吧 拜拜